也是,那既然书房都看了,咱是不是能出去了?虽然是自家老爷,但总觉得阴风阵阵的呀,魏无羡忍不住在心里翻了个白眼,这不是废话吗?密闭的书房如今开了门,怎可能不透风?真没用,走走走,不是胆肥到敢议论二公子与左将军吗? 这,这是两码子的关系吧,伴随着铁链拉扯的声音响起,吓人对话的声音是渐行渐远,直到完全听不见了,魏无羡便抬头看着他身后的书柜。 上头确实有一个箱子,棋子莫不适就是放在那里。 蓝望鸡眼睛更毒,双眼一眯,伸出手从箱子边抽出一块破布扔到地上,随即搂着魏无羡离开他们所在之处,闪过了落下的大量尘埃,魏无羡用手挥了挥空气里的脏污,走过去蹲在破布的旁边,取出怀中的匕首,用刀鞘挑起了破布。 展开之后,一颗破损的红日便印在破布上头,虽然已年久失修,但魏无羡仍一眼就能认出,这与蓝望鸡胸口上的烙印,一模一样。 两人对看两人对看一眼,随即起身,从窗子离开了温一眼,周即起身,从果子离开了温若寒的书房。 等他们回房后,江城的声音便出现在院外,离他们估算的时辰相差不远。 这诺大的尚书府,几百名的府兵,居然连一个偷也逮不着,本将军担忧皇上及贵人的安危,自然得禁院查探。 差点忘了江城要过来,幸好方才没有耽搁太久。 蓝望鸡逆了魏无羡一眼,似乎在提醒,方才在书房,有人赖在他身上不起身这件事。 知道了,知道了,赶紧换下这身吧,听江城如此说,该是有人跟着他一道来了。 蓝望鸡更衣速度不俗,很快地就恢复原来的装束,但魏无羡这边可不顺利了。 要知道他平时哪需要自己动手更衣,不都是奴才们在旁边打下手的。 何况他除了要穿戴裹伤的白布条之外,还得穿上今日被猛虎抓破的那件衣裳。 蓝望鸡从屏风出来后,看见的就是魏无羡手忙脚乱的,连手要往哪里套都找不到。 万一偷就藏身在此,皇上因此遭遇不测,就算是你们全府上下的人头,也都不够底的。 江城的声音明显地就已经到了门口,蓝望鸡果断地上前,直接撕碎了那件华丽高贵的破衣裳,让魏无羡直接裹着白布条就上塌。 未经之计,这也是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了,魏无羡赶紧地闭眼,继续假装昏迷,而此时的温情才从偏视走出来。 蓝望鸡看了温情一眼,温情才开口道,我可是等他躺好了才出来的,啥都没看见。 说完就前去开门,果然不是只有江城一个人,同他一起站在门外的,还有温竹流。 外头是在吵什么,万一惊扰皇上休息,回温常在,末将所处的西院不久前遭偷入侵。 如令偷下落不明,末将担忧皇上的安危,才会深夜造访。 温情朝里面看一眼,确认那两人已就定位,才将房门打开,既然如此,就有劳左将军了。 江城入内之后,温竹流也想跟着一道进,可他前脚都还没踏进来,屋内却先传来一句清冷的话。 皇上正在发热,万不得已才让左将军入内,其他人等请在院外稍后,避免过多的寒气进入房中,影响皇上恢复。 蓝望鸡十分直接,却不失礼貌的一碗闭门羹,阻止了温竹流入内的步伐。 温竹流看着温情,温情只能无奈地对他点点头,表示确实如蓝望鸡所言,此时的皇上确实禁不住一丝冷风入侵。 那下官便在院外等候。 温竹流退而求其次地接受,至少温情还在里头。 江城确认房门关严时了,便指导黄龙地走到魏无县房内。 由于心急计划成功与否,他快步地直接走到房内, 没成想,居然看见蓝望鸡在帮魏无县穿衣服。 你,坐肾连衣服也不穿,真他妈辣眼睛。 谁晓得你如此准时,这不是来不及换吗? 敌不动我不动,确认了温竹流被顺利地挡在门外。 蓝望鸡便取来衣服帮魏无县穿上。 方才一个不留意被温情看了去, 现在可不能再被其他人看光。 但是江城是魏无县从小玩到大的发小, 根本不在意他的裸露,如何,东西可得手了。 魏无县笑得极为灿烂,那是当然, 也不瞧瞧是何人出马的。 江城又问,那接下来是打算明日发难? 发啥难?明日拍拍屁股全部回宫去。 啊,不是,这东西都找着了,不就是直接捉人吗? 为何是决定回宫? 魏无县摇着头笑, 江城,你真不愧是武将啊, 所有的智勇全用在打仗上了。 那是当然, 左将军府江氏之勇可不是浪得虚名, 说到一半才惊觉有些不对, 方才那句是在夸赞。 幸好你还听得出, 朕并非是在包你。 魏无县看见温情, 也露出了同样的疑惑, 笑了笑决定不卖关子了。 捉人拿赃, 必须要有罪名, 证据, 如今尚缺一件又发此罪名之事, 总不能说是受先皇托梦, 明是温是有不臣之心, 才在大病出狱之后兴师问罪。 好巧不巧的朕这位心境贵人, 便是当年旧人, 不过意外, 在吏部尚书府疗伤一宿, 便翻出了当年叛军之信物。 这一时之间, 所有因素一应俱全, 你若是温朝, 会作何感想? 江城俯着下巴思考了会儿, 温朝绝不可能坐以待毙, 必然打死不认, 加上咱们在朝堂向来与他不对付, 这回来此他, 本就心生怀疑, 此时唱这一出戏, 便打草惊蛇了, 万一又被他反咬一口, 说是皇上恶意栽赃, 江城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。 看他明白了, 魏无羡就直接下了结论, 所以这回呢, 就先按兵不动, 送他几口气喘着, 全当是给他们温家两代吏部尚书的恩典。 隔日, 魏无羡一脸病容地, 让蓝忘机搀扶着出现在上尚书府大堂, 正式接见温朝, 皇上今日的脸色看起来比昨日好多了, 想必是温情的衣术及照料, 十分妥切。 是啊, 这回幸好有蓝贵人及温常在随嫁, 不然, 朕也无法瞧见今日的太阳啊。 哀帝, 皇上言重了, 皇上宏福齐天, 寿雨天齐, 未来还得年延子嗣传承, 怎可能会有英年早逝, 这等不祥之事。 魏无羡在心里面翻了个大白眼, 这种假意的嘘寒问暖, 他只能说一句, 不能再多了。 他露出一个心灵的微笑, 转头看向江城, 用眼神暗示他接话。 启禀皇上, 回宫之事已准备妥当, 随时可以出发。 嗯, 那便回宫吧。 边说边用力握了蓝忘机的手。 蓝忘机收到暗示, 搀扶着魏无羡离开了吏部上书府。 恭送皇上。 等魏无羡一行人离开之后, 温巢换温竹流来。 全府上下重新检视一回, 看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, 尤其是皇上住的院子, 务必加强检查。